各位亲爱的视频观众,大家商务好,我是威廉,我是南加州的全职地产经纪,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又带大家来看安大略这边的新房了,它是KP Home在安大略盖的一个全新的楼盘 还没有开盘,今天是Broker Preview,是这个礼拜六才正式放盘 那今天先带大家一睹为快,那它这边首先是有独栋,有113栋独立屋 那它这个独立屋的话呢,平均的占地差不多在4000尺左右 那它的有三个户型,分别是2300多尺,2508尺和2780尺 起步价呢,现在还没有出来,大约会在73或75万的样子 那这个社区它的配套呢,最著名的就是上个礼拜刚开业的九九大华 就在离社区外围差不多两分钟的地方 就到九九大华,到Costco,然后到Eastville Marketplace 那社区本身呢,它有一些配套就是有公园,有狗公园,有BBQ 有这个游泳池等等这些设施 那它的地税呢,是在1.95% 那物业管理费,物业管理费每个月差不多是在 现在是202,盖完之后呢,会来到175块 除了它这个对面就是Costco和大华以外呢 它还临近15号高速公路 10号高速公路,60号高速公路,交通也是非常便利的 它的邻居就是Eastville现在非常火热了 那话不多说,我们看看这三个户型分别长什么样 Let's go,看房去 OK,我们现在先看第一栋,第一栋是2308尺 四房,三个卫生间 它的正式的价格还没有出来 但是呢,预计会在73万的样子期 我们进去看一下 你看这边上面还有人在work on it 这个是它外观的样子 2308尺 预计开价会在73万 进来看一下 好的,这是进门的地方 进门的右手边呢 首先是有一个楼下的房间 然后房间的旁边是一个浴室 然后进门这边呢,这还有一个closet 那这往里面是我们楼下的生活空间 厨房 客厅 还有饭厅 全部连通在一起 他这个kv home 一楼的层高还是采用了9尺的层高 这是他一楼的生活空间 这边是到garage 然后看一下他的院子 这一楼的院子大概是这样 院子还不错 差不多5000尺左右 我们上楼看一下 然后上楼 他这个2308尺这个户型 我觉得还不错 你看这边一上来之后呢 这边是一个大的loft 然后那边呢是主卧室 然后左边呢是两个客房加全域 我们先看看主卧室 主卧室是这样的 方方正正的一个主卧室 然后这边呢是 主卧室的卫生间 那马桶间在这里 也是带了这个窗户的 这边是一个closet 主卧室的closet 那这对面呢 应该是一些放毛巾的架子 对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主卧室 然后主卧室的门口 这是他的洗衣房在这 这个角度再看一下这个loft 我觉得他这户型还不错 非常的紧凑 然后方正 没有浪费空间 然后另外两个房间跟主卧室 完全分开的 这边先是一个浴室 这个浴室朝北 然后阳光很充足 所以说不会有什么潮湿的问题 然后这边是两个房间 这是一个房间 这旁边呢是另外的一个房间 这户型还不错 我觉得 好的 现在我们来看这一套 我身后这一套是2501尺 它也是一个五房 三浴的设计 楼下呢 也是有一个房间和一个全浴 这个是2501尺这个房子的外形 外形是这个样子 它这个外地面呢是深色的 看上去还是比较庄重 这是它的车库一个双车库 然后它的大门呢稍微有一点点奇怪的样子 它是从这边绕进去的 这样进来 然后进来以后呢 你不会马上看到所有的厅 它这边好像有一个 类似于玄关一样的什么东西 要转进去才是 才是它的一楼的生活空间 然后这边进来以后就是一个很宽敞 很开阔的一个厨房客厅和饭厅的位置 是是这样的 窗户还是蛮多的 你看这一边这一整面都是窗户 所以说啊还是很明亮的啊 这边是它的厨房 有一个中导 不大不小的一个中导 然后那边是它的pantry 然后厨房旁边呢 这边是我们的family room在这里 然后那边是它的这个餐厅的位置 餐厅在这儿 是这样的一个格局 啊它楼下呢有一个房间 还有一个全域 这边是的院子 它这个院子其实还蛮大的 等一下我们出去看一下 这边是楼下的 一个房间在这里 这房间呢 这一面墙上呢 有两个窗户 然后这边是楼下的一个 浴室 这个角度就给大家看一下 好的 好的我们看看它的院子哈 院子这样出来 它这个三个family house的话呢 院子还可以啊 还有这么大 不像那种detach condo 那我院子就很小 院子还不错 这整个外面像大型土木的感觉 这个啊 安大略这里也盖了好多新房 然后感觉这个城市在蓬勃发展 好我们现在呢 上到楼上去看一下 先上楼 它这个楼梯呢有一个缓冲 上来 上来以后首先它这里有一个loft 然后这个loft这边也有很多窗户啊 采光还是不错的 哈喽 好往前走呢 二楼这个房间呢 那边是主卧室 主卧室被几个房间夹在中间的 左手边首先是一个客房 是这样 然后这边呢是主卧室的空间 主卧室还是比较宽敞的 然后两边有窗户 然后这一面呢也有窗户 那这边是主卧室的浴室 现在都是淋浴没有浴缸了 然后双双脸盆啊 然后这是马桶间 在窗户 然后衣帽间呢 在这里 好看完主卧室 它还有另外两个房间 然后呢 这边是一个 朝南朝西的房间 然后旁边对面是 另外一个房间 朝北 然后另外一面墙朝西 阳光还是不错的 那洗衣房就在这两个房间的旁边 然后洗衣房的对面呢 是这两个房间 共用的一个 卫生间在这里 卫生间也是带了窗户的 好 现在我们要看的呢 是最后一栋 也是他们最大的户型 它是2780尺 房 三个卫生间 三个卫生间啊 那个我们进去看看 户型我觉得还不错 好 我们看看这个最大的户型里面 长什么样啊 OK 一推门进来呢 就非常的 舒适啊 感觉还是非常的舒适 那 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看啊 这是他的进门的地方 进门左手边呢 就有三个窗户 增加了很多的采光 房子里面的明显亮起来 然后进门左手边 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 啊 office啊 可以用作office的空间 office的旁边 就转过来 就是我们的 family room 还有餐厅 以及厨房 它是一个长条型的 然后这个厨房的位置呢 我觉得也不错哈 一点都不浪费空间 中间带一个中导 我突然感觉这个KB Home 他们在这个设计上呢 好像包括颜色上 搭配上有更加的协调一些 更好一些了哈 然后这边是车库的位置哈 从车库买完东西 直接就可以提进厨房里面 然后楼下的房间和浴室在这边哈 这边呢 首先是他 楼下的一个全浴哈 一个浴室在这里 然后呢 这边是他楼下的房间 好看完楼下这个空间的话呢 我们上 楼上去看一下 上面的格局是怎么样 他这个楼梯呢 也是有一点带缓冲的 我还比较喜欢 然后马上走上楼 好上来以后 给大家讲一下哈 格局 这边是楼梯上来的地方 上来以后 右手边这边是 一个loft 这个loft朝北 好能够望到这个 山景 然后那边有两个房间加一个浴室 然后正对面呢 这边有一个房间 有一个浴室 一个全浴 旁边是祖卧室 先看祖卧室 祖卧室是这个样子 非常的宽敞 然后呢 窗户呢 也开的蛮多的 这边有两个窗户 这边带一个窗户 祖卧室是这样 然后 他的这个卫星间非常的明亮 首先是马桶间的位置 这边带一个大窗户 这边是他的 挂毛巾的地方 那这个浴室 大家看一下 他这个最大的户型 它是带着这个浴缸的 他的零浴室刚开的 然后窗户也是开了很多 现在上午11点多 非常的明亮 那这边是他的 衣帽间 衣帽间也是 带了一个窗户 好 我们看完 祖卧室的话呢 再去看看其他房间 然后这边呢 祖卧室出来 右手边还有一个 洗衣房 洗衣房在这里 带一个洗手槽 这个洗手槽应该是要 那个upgrade才可以的 那旁边是他的 一个客房 好 这边是他的loft 这个loft 这边还多出了一点空间 放个电视机更好 那再往前走 这边这个窗户呢 增加了一些采光啊 让二楼不会显得很暗 那这是 第四个客房 紧接着是第五个客房 这个客房多了一个窗户 然后这边是 第三个卫生间 双洗脸池 带一个淋浴 这个浴缸呢 是这种跨入式的 然后这边这个窗户 非常的明亮 好了 各位亲爱的视频观众 今天的看房视频到这里 差不多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这里的心情 旁边感兴趣的话 请记得和我联络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呢 也欢迎把我的频道订阅起来 并打开您的小铃铛 今后的话呢 每一期新的视频出来 你都不会错过 我是南加州的全职地产经纪 William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